北京时间今天20日上午9点半 国际空间站第57远征队 来自美国、德国、俄罗斯的三名宇航员 结束为期197天的国际空间站任务 搭乘联盟号MS-09飞船返回地球 在8月底,这艘飞船上曾发现有一个直径约2毫米的穿孔 此后,俄罗斯宇航员采用密封胶 暂时封住了这个穿孔 并进行太空行走 对穿孔进行了检查和取样 该穿孔被认为不会影响飞船返回地球 美国宇航局表示 在开始返回地球时 俄罗斯宇航员普罗克皮耶夫的通讯电缆有点小问题 使他在返回过程中无法与地面工作人员通信 这个问题迫使第57元针对指挥官 来自德国的格斯特负责飞船上的通信案计划 他们将于北京时间今天20日 下午在哈萨特斯坦说路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数证明与本网联系